好热闹的还有这个下午这个最新现场 有上万人的同志大游行 大家都装扮得非常有特色 现场状况如何呢 交给记者杨爱蒂告诉大家 爱蒂 好 这个节目各位观众 今天的天气呢非常的好 在这个凯达格 搭到这边呢也非常的热闹 这边预估呢有两万五千人呢 聚在这边呢 而且呢都非常的特别 穿着也非常的特别 齐齐呢他们聚集在那边呢 是要诉求的是同志大游行 不管男生女生呢 他们呢都要诉求呢 他们的这个同志自主哦 所以呢这个呢 不管男生女生呢 有些呢男生呢 是穿得很很sexy哦 也有摆出他们这个 娇羞的一面哦 女生呢也有摆出 他们很妹的一面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可以看到呢现场呢有这个包括同志的团体呢 有上百个呢来到这个凯达格兰大道游行哦 那目前呢他们游行的方向是从凯达格兰大道 从丰元路一路走到上阳路 再走到管前路再回到凯达格兰大道哦 目前呢凯达格兰大道上面呢 有聚集了约两万五千人哦 那今天天气也非常的热 所以呢可以看到呢很多的朋友呢是穿的 也是穿了这个性感的服装亮相哦 也是觉得非常的大胆哦 那预计呢这个活动呢会进行到晚上的七点才会结束哦 那晚上呢预计六点呢 这个歌手呢梁静如呢也会呢 呃他会代表彩虹大使来到现场呢 来声援这些呃同志大游行的活动 以上下期情况欢迎主播 好上万名同志大游行打扮真的是珍奇窦燕 只来自凯达格兰大道的最新消息 好上万人的活动